在台中丰园有一家铁皮屋的深夜食堂 里头卖的是各种海鲜本汤 米饭吸附饱满汤汁粒粒分明 白虾小卷螃蟹生蠔鲍鱼 客制化想要吃什么都可以加 老板何冠德从夜市餐车起家 一炮而红的龙虾粥 曾经缔造一个晚上就卖了200碗的记录 他用海瓜子扇贝制作独门的澄清汤 跟龙虾糕熬煮出无敌的金黄色浓郁鲜甜 这样的美味让客人追着何冠德的餐车 泡遍台中 这是龙虾粥的 对 它要超多的 很大只的龙虾粥才过来这里 过来这里 对啊 对啊 这个汤很浓 你看它可能是虾膏就是有融在里面 所以就非常入味 汤喝下去的时候发现很浓郁 真的很浓 餐吃上煮还蛮酷的 要不是亲眼见证 真的不敢相信可以这样吃龙虾 人人桌上一碗龙虾粥 干贝 蛤蜊 白虾 少卷 螃蟹 生蚝 鲍鱼扇贝 松叶蟹肉 想吃什么都可以加 一整只的大龙虾 肉质Q弹 咬下去几乎要爆汁 在台中风源号称要被龙虾淹没的海鲜粥 除了霸气找不到第二个形容词 因为那个时候在市面上有很多 那个海鲜粥嘛 那我去跟人家拼这个天下 人家东西就特别不一样啊 要做就做高涨 对 做创始者 做跟人家不同的 所以我最快的速度是五点营业 五点半结束 真的假的 曾经煮到怀疑人生啊 就四锅这样子 对 四锅这样 然后客人后面就 就像里面这样做得满满的 告诉他说不要再等了 要再等 要再四个小时不要等 曾经半小时就完瘦 这生意好到无人能及 在餐车上俐落煮着粥的 是老板何贯德 卖海鲜粥堪称 风源深夜美食第一把交椅 他很敢卖 客人也很敢吃 高档海鲜食材全入粥 但何贯德煮的龙虾粥 不是噱头 而是实实在在的真功夫 给龙虾洗三温暖 一般我现在这个动作 外面是都没有在做的 你都先让它静一静 对 这个动作 因为龙虾基本上 它是杂质性的动作 那要吃干净 对 那我本身 比较龟毛一点 这些我都不一样 它膏里现在没有绞装 等一下那个汤色 不会变黄色的 它黄色成的 颜色就不一样了 那跟它 它那个虾膏的成熟度有关系 四如其开 金黄汤色超级诱人 大尾龙虾在高汤里滚动 人生追求的 不就是这的美味吗 各种海鲜完全客制化 想吃什么老板都可以加给你 看似生米的饭 但其实早已熟透 丢紧国中熬煮 类似南部的饭汤 也让何冠德的粥更有特色 就是比较粒粒粉 就是没有很稠 就是鲜可 每个都很搭客 吃我的东西要有缘分 只要一摆上了 我没有锅子 我就没有办法煮它的 好 如果不能等的话 它就明天再来囉 放缘分耶 对 当边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 这种锅它可以吃到最多 可以吃到六人份 在小小餐车上熬出的是 澎湃满贯的海鲜粥 有个新的老板超热气 面对老客人 甚至还会触动脸盆来装粥 爽客龙虾鲜毒破板 米粒吸附汤汁口感分明 许多海鲜粥粉 从五年前开始 追着何冠德的餐车跑 那么疯狂不是没有原因 要在枫园能吃到和海边 零距离的海鲜 何冠德确实做了不少功课 一路在亲自选货中 慢慢摸索 我挑个一个目前规格 我要补规的浓江 这是印尼的小新王 这大概五大 这一只的话是接近300克 那就直接定个20只 20-30只左右 一次喔 一次喔 其实我们都会晚上的时候 我们都会丢一些贝类 或是生蚝类的东西 让它保持它的活力是最好的 一开始就补完那一只… 就这样子买了 然后回去自己在印尼上去 对… 回去再看它要怎么处理 然后后面就… 就不懂就问啊 就找老闆问啊 这一只的话 差不多两三斤左右 太小只它没有漏啊 等一下调厚一点的 像这样厚实一点它有漏的啊 龙虾 帝王蟹 麻醋 淡菜 大白隔 全部都可以入周 何冠德对食材不手软 不跳直送 接着该清洗的 该对切的 都要抢先赶快处理好 再急速冷冻 可是真正的海鲜粥 它是不靠调味料的 像我们这边就不放盐巴 不放米酒 不放味精 不放雞精粉 什么都不放 就单纯就是海鲜 我们的汤有名字耶 叫做清澈湯啊 用清澈透明的汤来煮粥 在加入海鲜食材后 越熬越发鲜美 何冠德研究很久 才悟出其中原理 这是扇贝 所以你家是用的是汤口 对 他一定要用这种小篮子 他没有办法一次用 直接把它往下面丢 它们颜色已经出来了 我们要的是它的味道 仅仅只用扇贝和海瓜子 汤口汤汤 这完全颠覆了众人的想象 何冠德也曾经用很多的食材 費时来熬汤 却忘了海鲜食材最重要的 旧式原味 这汤底问世之后 就成了他打遍台中 无敌手的秘密武器 没有办法啦 以前是工作我没有做 他没有办法做啦 做这个都是要一对手啦 没有一对手 没有办法做啦 回顾一碗海鲜粥 五味杂成是人生的滋味 本来是传统上班族的何冠德 五年前无预警遇上公司裁员 安稳的生活以期变调 想要创业卖吃的 身边却没有一个人看好 我们家人没有生气朋友 没有一个支持我的 没有一个支持我的 全部都反对 我菜刀不会拿 我不会煮菜 我连挑菜都不会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 那偶然机会 我们到了那个云林 我朋友她阿嬷煮了一个那个 鲨鱼粥 就往这个方向去煮巴掌 到后面就变成了海鲜粥 所以你那时候的概念就是餐车 没有想变你的 没有 单纯就是餐车 起初开着小发财车 正在台中各地卖海鲜粥 凭着吸睛澎湃的龙虾粥 慢慢累积客源 口耳相传之下一起爆红 生意好到令何惯得 自己都不敢相信 最高纪录一天 一个月通常都是在 每一天都在一百三十几晚上 但我最感到压抑的是 因为有客人在我的后面旁 他开车车走我后面旁 我到店的时候说 你有什么事吗 阿板什么事 因为我要吃多了 金石油的小店面 何惯得依然坚持在餐车上卖粥 除了利手海鲜味 他更突发奇想 做出了外面没有的蟹饼和鱼饼 我吃了很多鱼 所以其实鱼它比较适合做炸的 一般我叫外酥内卵 炸下去反而到那个 螃蟹跟鱼肉更明显 对... 炸过的鱼饼蟹饼整只超吸睛 酥脆口感带着豐富海味 软嫩的内层是越嚼越香 何惯得又满满创意 靠着海鲜扭转了自己的人身 那支持我最大动力就是我妈妈 那我爱你 海鲜与粥的对味 加了一点生命中的三原果纳 成就澎湃浮夸 需要更多的是脚踏实地 滋味方能越熬越鲜甜 就是你的是难度 优优独播剧场